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是第十一届二四小时奉献给上主四旬期活动 教宗更将今年定定为祈祷年 因此今年的二四小时奉献给上主备受关注 从现在开始到台湾时间三月十号为止 全球五大洲都会有二四小时奉献给上主的活动 期待全球信友共同举心向上 和平的愿景能早日到来 教宗方几个罗马时间三月八号下午四点半 也就是台北时间今天晚间十一点三十分 在圣匹户五世堂区主持二十四小时奉献给上主忏悔礼仪 今年的主题选自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 在新生活中度生 礼仪期间所有的信友都可以领受和好盛事 教宗也将颁给几位信友和好盛事 今年是祈祷年 二十四小时奉献给上主祈祷活动 将是体验祈祷和宽恕的时机 为主的复活做准备 因此教会团体受邀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全天开放教堂 让信友在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朝拜圣体 办和好盛事 教宗方济各在务职2014年就开始推动 二十四小时奉献给上主 当时是由宗座新扶船委员会 也就是现在的扶船部 世界扶船基本问题部门发起这项倡议 主要的目的在提高整个教会 重视我们生活中的两项基本礼仪 那就是圣体圣事和和好圣事 二十四小时奉献给上主 和四旬旗第四主日 喜乐主日有密切的关系 主要是源自于个人的悔改跟天主的和好 以及在宽恕圣事当中领受恩宠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美国华盛顿圣母无缘罪主教座堂 办理了四十个小时的灵修 从三月七号也就是礼拜四 下午四点的开幕弥撒开始 一直到三月九号星期六下午的四点 闭幕弥撒结束 美国华盛顿特区现在所举办的四十小时 彻夜祈祷灵修 目的就是要使和好圣事 重新成为教会牧林生活的中心 让人们体会到天主的慈悲 也让人们找到一位根心之路的父亲 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说的 慈悲让喜乐涌现 让人心朝向新生活的希望开放 台湾地区也积极加入 二十四小时奉献上主的忏悔礼仪 几天前主教团秘书处和礼仪委员会 特别完成了慎座福音传播部 有关这项礼仪及相关牧林的材料专要 各教区和堂区也纷纷在此刻举行彻夜礼仪 以台中教区来说 从八号六点三十分到九号晚间八点 都有慎堂举行民共圣体弥撒 即守圣时不少教堂也彻夜祈祷 请大家启礼 我们一起恭听一段圣缘 愿主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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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罗马人书 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 信友们都可以借这段时间 妥善办好和好盛事 因着天主的宽友将会度过一个和往年不一样的四旬期 法国三月四号在凡尔赛宫召开国会两院特别会议 以多数通过堕胎权写入宪法 宗座生命科学院与法国主教团感到悲伤和遗憾 并强调 不可光是从妇女权益的角度来看 因为堕胎始终是在生命最初的阶段对它的谋害 自美国的罗斯维德案后 许多国家提倡妇女享有堕胎权的合法性 法国参议院在2月28号进行第一次宣读时 以267票赞成 50票反对 通过了保障妇女终止妊娠自由的提案 3月4号 在凡尔赛宫召开国会两院特别会议时 以780票赞成 72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 通过将堕胎权写入法国宪法第34条 法国的主教们在得知消息后 为堕胎权纳入宪法表示遗憾与悲伤 法国主教团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指出 将持续关注那些即使在困境中 依然选择保住孩子的父母的选择自由 以及医生和全体医疗人员的良心自由 是否受到尊重 并念及那些处境困难的妇女 她们正在考虑堕胎的悲哀选择 法国的审长们也深感遗憾地指出 提案中 所有辩论都没有提到扶持 帮助那些需要保住孩子的人的措施 例如她们的尊严与自由 有鉴于在社会上 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暴力行事不生没举 而国家最好能将妇女和孩童放在宪法的中心 保护这些脆弱的群体 同一时间 宗座生命科学院表明支持法国教会 一同坚决反对法国的宪法修正案 同样以不可仅从妇女权益的角度看待问题 因为堕胎始终是对生命的谋杀 宗座生命科学院坚决表示 在倡导普世人权的时代 不可有夺走人类生命的权利 所有的政府和宗教传统都必须竭尽所能 促使对生命的保护 成为这个时代阶段首要的任务工作 要以具体步骤促进和平与社会正义 借着有效的手段 确保人人都能得到资源 接受教育和医疗照护 让悲剧以及憾事不再发生 宗座生命科学院指出 生命的特殊处境 以及我们时代艰难又悲惨的背景 必须靠法律文明的工具来应对 首先便是保护最弱小和最脆弱的人 因为保护生命是人类的第一目标 为了能加以发展 唯一的方法是 在一个没有冲突和分离的世界上 让科学、科技和产业 都为人类和友爱服务 宗座生命科学院 在声明中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 强调对天主教会而言 捍卫生命并非一种意识形态 而是现实 是一种所有基督徒都参与在其中的人类现实 准确地来说 这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以及因为他们是人类 这关乎在文化和教育层级的行动 好能将团结、关怀和接纳的态度 传承给后代子孙 深知生命的文化 不是基督徒独享的遗产 却属于所有努力建设有爱关系的人 他们承认每一个人的价值 包括脆弱和受苦者的价值 如同教宗方济各 日前在圣昭研究 与人类学中心研讨会中所说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不是进程中的一场意外 我们存在世界上 不是纯粹偶然的结果 却是爱的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受邀走出自己 为我们和他人实现这爱的计划 因此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项使命 俗话说 人人都应当贡献己力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并且建设社会 教宗方济各在去年12月8号 三中经祈祷活动时宣布 首届世界儿童日 5月25号到26号 在罗马举行 消息公布之后 已经有57000人报名参加 教宗表示 这项活动会让我们认识到 许多儿童在各种环境之下 甚至是冲突局势中 经历了痛苦 我有经历了 予些年键真的 中国在城市美末的第一次世界世界出世的孩子 一样的世界我们希望下年 能够带 upcoming年 出世的孩子是在育成? 成立了 我们真的在育成时 受仇本生意 我们的庆导 是一朝的世界 能够带出所有的祝图 能够成本的感觉 感觉到成能够的普通 像孩子 像一個小孩 從神的神 小孩教我們 靜靜的情緒 靜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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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宗方济各 清定的首屆 世界兒童日 今年5月25號 到26號 將在羅馬奧林匹克 體育場等地舉行 3月2號下午3點 教宗在聖馬爾大之家 借見了世界兒童日 組織委員會的成員 教宗表示 這下活動 會促使人們認識到 許多兒童 在各種環境下 甚至是衝突局勢中 經歷的痛苦 3月4號 活動記者發布會 在羅馬奧林匹克 體育場新聞室舉行 世界兒童日 活動協調人 弗爾圖納托神父指出 活動官方網站 開通的短短三週內 截至目前為止 已有60個國家的 5.7萬人報名 活動的目標 是10萬人參加 因此 弗爾納托神父稱這個為 愛的風暴 這些國家包含了阿富汗 鋼國民主共和國 埃塞俄比亞 和敘利亞等國家 到時候也會有一個代表團 從飽受聖戰組織摧毀的 莫桑比克北部而來 世界兒童日 首日活動 將於5月25號 週六下午3點到6點 在羅馬奧林匹克 體育館舉行 內容涵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 許多見證和藝術家表演 隔天26日主日上午10點半 教宗方幾個 將在聖伯多路廣場主持 彌撒聖祭 聖愛智德團體 是世界兒童日的合作團體之一 這個團體的主席 因帕利亞佐解釋說 這將是一場開放 而不封閉的活動 不僅基督徒孩童 也歡迎其他宗教信仰的兒童參與 所有的孩子都將融入其中 特別是最脆弱者 以及戰爭的受害者 因帕利亞佐重生 活動目的是給這個世界 帶來希望 16歲便將自己交托給天主 踏上聖昭之路的王炳君神父 人生60年在台灣服務 2月20號安息主懷 想騎受85歲 3月2號在台北聖家堂 舉行殯葬彌撒 四百多位信友都前來致意 送別這位最熟悉的家人 最近忙碌搬家了 本來是像台南是我最後的一戰 到天國拒絕前最後的一戰 但是還是 如同每一個耶穌會鬼市 隨時待命 告別禮 3月2號上午10點 耶穌會在台北聖家堂 為王炳君神父 舉行殯葬彌撒 由耶穌會中華省會長 董澤隆神父主理 與金器神父和杜樂仁神父相禮 教廷駐華代辦馬德范蒙襲 等近四十位神長共濟 下聖水 現香 一鞠躬 再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再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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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返了意大利人的一切 融入地方的文化 語言 习惯 食物等等 在2018年1月23日 他規劃入職中華民國 他拿到了中華民國身份證 這表示 義大利的他已經死了 台灣的他出生了 結束 写之精神 无疑是从福音而来 他做到了 这是他写之积极的一个奖章 在这方面得到了最高荣誉 作为一位传教士 要离开故乡 亲情 友情 文化等等 服从掌上的命令与派遣 到陌生的地方传扬福音 要放弃原有的自己 成为被派遣国家地区的人 耶稣会中华省会长董则龙神父 也哽咽分享与王炳君神父的点滴 谢谢与神父的分享 尤其当王神父 他讲话的声音 蛮触动我就是 也是最后我想讲的就是 他最后说天主保佑 拜拜 只有拜拜 我感觉很一种很生动的 拜拜代表再见的意思 所以他用他的话在天上 等着我们跟他会再见 所以我们带着这份喜乐 跟盼望在他的陪伴祈祷当中 我们继续走我们人生的旅程 后来将他相议 启灵 王炳君神父的灵鹏 随即启灵前往彰化晋山灵秀中心 在那里早已停满了车辆 和挤满了人潮 王神父就如同地貌的后书中所说 这场好战 这场好战我已打完 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 这信仰我已保持了 王炳君神父接住了耶稣给他的嘱托 终其一生让许多人认识了耶稣祭 王神父我们天上见 拜拜 拜拜 教宗方济各周三在公开接见活动中 邀请信友用这四旬旗来与骄傲做争斗 由于教宗仍然有感冒的症状 药理讲授的稿件 交由圣座国务院的吉罗利盟席代为宣读 三月六号 教宗方济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开始之际 众人先是聆听了选字德训片的经文 骄傲在上主级人前是可憎恨的 成安灰土的人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上主推翻傲慢君王的宝座 是谦逊的人坐上他们的宝座 当天的药理讲授 由于教宗仍有感冒的症状 药理讲授的稿件 交由圣座国务院的吉罗利盟席代为宣读 教宗在讲稿中谈到了 骄傲之人的特征 形容说 骄傲的人想象中的自己比现实中的自己来得更加高大 他狂热地坚持人们要把他看得比其他人更为重要 认为别人卑微低贱 教宗说 上周提到的贪图虚荣 这两种恶固然有相似之处 但是与骄傲相比 贪图虚荣只是个小儿科 教宗继续说到 古代的影修士分析人的疯狂 指明各种罪恶 有他特定的顺序 从最粗鄙的罪过开始 首先是贪吃 而骄傲在所有恶习中 则是霸王 骄傲的人越离天主 为改正这个罪 他所需要的时间和辛劳 比基督徒蒙昭投入的其他任何一场战役 需要的更多 另外在骄傲罪的后面 藏着自认为有如天主的荒谬想法 这样的人很容易做出轻蔑的判断 无缘无故对他人做出不可改变的论断 在他看来 那些人是无可救药的愚钝和无能 可是对于骄傲之人 却连一丁点的批评或观察都不能提出 教宗说 这样的人规劝不了 只需要耐心以对 因为总有一天 他的大下会轻颓 教宗引用了伯多禄宗徒的例子 当时他自信满满地对耶稣说 即使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你 我也不会 后来他发现自己和他人一样 在死亡的危险前也担惊受怕 如此一来 伯多禄不再扬起下巴 却泪流满面 他得到了耶稣的治愈 最终能够挑起教会的担子 最后教宗免礼我们要学习圣母玛利亚 他树立了方表 他在赞主曲中为天主做了见证 赞扬天主驱散了骄傲人内心病态的思想 因为治疗每个骄傲举动的真正解药是谦逊 救恩正是由此而来 教宗方极客在3月3号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 敦促信友们在思寻起走上共荣 怜悯与关怀的旅程 好能冲破无言与冷漠的障碍 他指出 祈祷与友爱是为了建设家庭 教宗方极客3月3号主日 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 讲解耶稣洁净圣殿的事迹 敦促信友们以一种新的深刻的方式 尊敬圣殿 他强调圣殿是信友 与天主和他人相遇的场所 要透过祈祷和友爱 改变我们和周遭人的生活 教宗指出 如今生活的旅程 就是四旬旗之旅 对我们的邀请 是要在我们内和我们周遭建设家庭 而非市场 首先要向天主祈祷 要多多祈祷 像子女般不知疲倦的 全然信赖地敲天赋的门 而不要像是吝啬和猜疑的商人一般 祈祷之后就是散播兄弟的情谊 教宗强调 这个世界需要大量的有爱情谊 福音记载耶稣说 不要使我父的电雨成为商场 他推倒了换钱者的桌子 把商贩赶出了圣殿 教宗解释道 圣殿如同家 在这个家 人们与上主相遇 与他和兄弟姐妹们联合在一起 分享喜乐和悲伤 这是一个关系的变化 从隔阂到关怀 商贩的桌子 成为家庭同时供应的餐桌 讨价还价变成了拥抱 金钱变成了轻浮 教宗说 基督给我们带来了共荣 怜悯和关怀 于是教宗指出 四寻其之旅就是祈祷 然后是有爱的行动 教宗说 让我们扪心自问 首先我的祈祷是如何呢 我为祈祷付出心力 或是完全信赖 还是不时地看着时钟 如坐振斩呢 我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呢 我懂不懂得如何付出 而不求回报 为打破默不作声的障碍 和隔阂的空虚 我知道如何踏出第一步吗 最后教宗邀请众人 将自己托付于圣母玛利亚 因为他是我们与天主 和我们周遭的人 建设家庭的核心 教宗礼仪处礼仪长 拉维利总主教 2月29号公布了教宗方基各 从圣州到复活节的礼仪活动安排 教宗复活节当天正午时分 将在圣伯多禄大殿的中央阳台 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 教宗礼仪处礼仪长 拉维利总主教 2月29号公布了教宗方基各 从圣州到复活节的礼仪活动 3月24号圣之主日 教宗将于当天上午10点 在圣伯多禄广场 主持弥撒 纪念耶稣荣敬耶路撒冷 3月28号圣州四上午9点30分 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 主持祝圣圣游弥撒 隔天3月29号圣州五 有两项的活动 当天下午5点 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 主持纪念主受难日的礼仪 晚上9点15分 依照传统 在罗马市中心的斗兽场 主持功拜苦路的活动 3月30号圣州六晚上7点30分 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 主持复活前夕首夜礼 3月31号复活主日 教宗将于当天上午10点 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弥撒 并于正午10分 在圣伯多禄大殿的中央阳台 降福罗马城和全世界 圣州四除了原定白天主持 祝圣圣友弥撒之外 晚上教宗还安排前往 罗马雷比比亚女子监狱 为主的晚餐 主持弥撒 并为女囚犯行着足礼 不过这是一场私人会面 将不会对外开放 由19世纪真人真事 改编为电影的天使之心 叙述一位以爱与勇气 智慧与超强行动力 改变了全世界的传奇修女 圣卡布里尼 她的一切作为 不但挑战当时的父权社会 更为支持慈善事工 注入心力 这部电影今天开始正式上映 期待电影能够激发信友 支持教会的慈善事业 真理新闻我们下周再会 如果我们建立了一圈的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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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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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